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得不及 沁汉州 不来了 不来了 这句话后来让李云杰学走了 李云杰说向上 观众一说唱一个 他就说不来了 不来了 李大爷有这个 谢谢吧 我跟你们聊天的过程就感觉出来好像 德云社后台演员你们都熟悉似的 给大姐每回都来 最喜欢谁啊 喜欢卵云平啊 有文化 这是卵云平的妹妹 这就是个人缘的问题 一货找一主 眼瞼地出拉了鼓 你说这演员你说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也有人爱 做艺人没有办法 其实我们拼的就是个人缘问题 老先生那会就告诉我们了 有人缘就有饭缘 观众要爱看你怎么都对 观众要不爱看你怎么都不对 说你有天大的能力 不重要 所以这些年来就承蒙您各位吧 这么鼓励 就维持着我这点人缘 当然我 我跟那小孩们比不了 小孩们长得好看 我顶多算是英俊 不要这样子 你们会让我很骄傲的到时候 这个 就是现在我们这门艺术啊 就拿说书来说 其实很 很可怜 为什么呢 没人 一个说书 一个说单口相声 后继乏人 过去那个老前辈 我也跟他们聊过天 有一些个现在 七十来岁的先生们 我聊天 我说还有什么 以前好的那些个单口相声 市面上没见着的吗 念都念都吧 七十来岁这番的 老前辈跟我聊天啊 说不怕你笑话 那会儿是真有 但我们是真不爱学 为什么呢 你看他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 我问过好多人啊 包括什么 范振玉先生 他们就那个岁数的 稀巴实的 他们说那会儿 都愿意说对的 俩人在台上 你看又说又乐的 挣着又多 非得是到了傍晚 吃饭的时候 才说单口相声 过去讲 就计时收费嘛 进门的时候 你几点来的 两点半进门 你坐上听会儿吧 听一会儿 台上这个 演员你不爱听了 你就出去了 出门的时候结账 十分钟二分前 你等这不爱听的下去了 一会儿你又回来了 所以说那会儿 真平能的呀 你说你一上去 呼噜呼噜都走 你这边是活是死 对不对啊 但是呢 你再怎么好 到傍晚 观众也得吃饭 演员也得吃饭呢 所以一到快傍晚的时候 后台一般 都是那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去吧去吧 去吃饭去吧 他一人上台 比如说五点来钟 他就上去了 他得说单口相声 他的单口相声 第一 是要等后台的人回来 第二 得把观众摁住了 对口的摁不住 一听一乐 人就走了 单口的 有包袱 有扣子 才能把观众摁住了 这帮个人 哎呦这太好玩了 坐这听吧 把吃饭这茬忘了 等到六点来钟 快七点了 那帮说相呢 回来了 再把老头换下去 所以那会儿 第一 都是这个老头有能力 每个园子 都有这么两三位 可是呢 这老头上的时候呢 那帮说相 出去喝酒去了 谁愿意学这个呀 所以他们后来跟我聊 说没办法 那会儿确实 有几位老先生 这么好那么好 好得不行了 他不好的话 你想一想 十分钟二分前 人谁进来 人不走了吗 可是我们那会儿 不当回事 现在回头再想 没字学去了 这就很可惜了 这就是我们这行 现在作品上 有些东西 接不上的原因 很遗憾了 所以说 这二十来年来 将近小三十年 其实我找了好多老前辈 因为有的呢 他会这点 他会那点 然后往块儿传 有的传不上 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工作 其实是很艰辛 但是也有您各位支持吧 这个活虽说难干 也得终归是有人要干 是不是 谢谢您各位支持传统艺术 闲话少说 书归正文 干点正事 因为这也要珍惜 一说三国的时间 陶梦德 带箭入宫 这就是君臣之间撕破脸了 早先呢 假的 我也得让大伙瞧着 这是皇上 我是汉相 现在不是了 用他对手的话来说 这是从汉相到汉贼的一个重大的转换 带箭入宫 面斥天资 跟皇上说话 瞪着眼骂街 这就没有人臣之礼了 而且把董贵妃带上来了 说怎么着 你身怀有孕了 不管 我不能再留着你 斩草必须要出根 皇上讲情 不管用 皇后讲情 不管用 董贵妃跪在那儿哭得跟泪人似的 你说什么 都没用 最后 董贵妃说 丞相啊 我也不求别的了 求您给我一个全尸 全尸是什么呀 别切脑袋 保证尸体是完整的 那就是勒死 脚型 曹操点点头 一摆手 过来几个兵丁 就把这董贵妃拉出去 就在宫门以外 拿着白铃子 就把他活活的勒死 临走之前 汉县帝在后边望着贵妃的背影 哎 轻啊 九泉之下 勿怨震宫 这是他们两口子 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 就说你死了之后 死到殷曹地府 别埋怨我 这话说不说也不吃什么劲了 九泉之下 勿怨震宫 外边有人把贵妃勒死了 紧跟着 曹操就吩咐下去 从今天开始 没有我的话 外妾 不得入宫 什么叫外妾啊 跟你们沾亲戚的 一概不许来 你要是没有这国舅 你们能出了这么大事吗 打劲起 咱全免 另派了三千兵丁 就把皇城围起来了 让曹洪管着这三千人 随时随地的看着 有什么消息 马上告诉我 潘贤地 当于就是被人软禁起来 这儿回来之后 曹操跟着谋臣们在一起开会 要把这事说一说 东外先生 你们可都听说这事了 这个 我叫董城啊 跟天子那儿 有一封血招 他们是打算 害我一死 这也是天不灭曹啊 现如今 把这几个人全都杀了 斩除了所有的后患 你们各位 也都听说了吧 大伙点点头 那可没有不知道的呀 全城都知道 四个城门杀人 欺别来人呐 对不对呀 这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人家大伙觉得杀的都对 因为都是曹操的人嘛 做的非常的对 嗯 现在还有两个人 是我心头之患 这俩人都在这名单上 一个呢 就是马腾 那个呢 刘备 这俩人 名单上有啊 只不过这俩人现在不在 西梁太守 马腾 已经回西梁了 刘备呢 你们各位也知道 前些日子闹了这么一场 现如今 他守在了虚中 各位先生 你们出了主意吧 怎么能够把他们两个人去掉 方杰我心头之恨 怎么办 旁边成郁就说了 说这个 马腾啊 不好办 因为他手下兵也多 将也广 最重要一点 他离得远 他在西梁啊 咱们不能激怒了他 否则的话会出很多的矛盾 他这个呢 我倒建议 丞相 您给他写封信 安抚一下 跟他说没事 让他踏实住了 等他什么时候再进京 咱们再想方设法 再杀他 在这之前 不能让他着急 别会他翻脸了 他那一造反 对咱来说也是个麻烦事 槽槽点点头 这倒是有道理 那刘备呢 成郁说刘备其实也没有什么 您可能把他看得重 但是我们觉得这人 无穷刘备啊 在咱手里边好几次 都憋着杀他 都是您一时心思面软 把他放了 不重要 等什么时候 时机凑巧了 找个机会把他杀了就得了 不叫事 您就是放宽心就好了 别往心里去 曹操 点了点头 说你们说的有道理 我别的不怕 我其实是怕疑二 为什么呢 咱们这还有一个劲敌 冀州袁绍 袁绍手里有大兵 自从打了公孙赞之后 公孙赞的人马也归了他 这个很重要 而且我在想 比如说咱们派兵 现在出门 咱们就去徐州 去打刘备去 万一他们两家联合 这对咱来说情况不妙 我是担心袁绍 就在这儿 做了一个谋事 郭家 郭凤孝 那是曹操的最爱 别看年纪轻 他说的话 曹操全听 满屋子这个谋臣 这些个人 谁说话 曹操还有人聊了 你这不对 或者我是这么想的 唯独郭家 说什么 曹操都说对 还得加一句 我也是这么想的 曹操老毛用了 所以说完这话之后 拿眼就看着郭家 那意思怎么办 郭家一扭头 长相 刘备得打 不能再姑息他 哦哦哦哦 我也是这么想的 冯孝啊 你说说 为什么要打刘备 刘备非吃中之物啊 我几次都说了 让您杀他 没杀他 不杀他也行 别让他走啊 您不得给放走了 您要等他在外边 休养生息 兵强马壮 咱们再打他 可就吃力了 所以说 趁他在徐州 立足不稳 好机会 咱们出兵 灭刘备 嗯嗯嗯 好好好 我就是这么想的 那个 袁绍 你看怎么办 他会不会 他两家联合呢 哎 丞相啊 这您还看不透吗 啊 这个 袁绍这个人啊 他 爱猜疑 而且胸无大支 您放心 他想的多 在这件事情上 他一定会观望的 您尽管发兵 打六倍 我保证 袁绍 不会参与 哈哈哈哈 跟我想的一样 太多人呢 打兵二十万 兵分五对 曹孟德 自己挂帅 兵发虚咒 打六倍 这是真急了 带着兵就走 二十万人 这一动啊 六倍就知道了 那没个不知道啊 怪了 怕什么来什么 之前斩了车咒 我就知道 是有问题的 来了 这怎么办 二十万大军到这来 我们想不住 赶紧商量吧 跟谁商量呢 刘备也有军师啊 孙谦 孙先生 坐了一块 先生 坏了 打兵二十万 兵分五路 曹孟德 亲自挂帅 要上徐州来 您看怎么办 主公 您别着急 您这个消息 很准确 我也派人去探厅了 确实是这样 这一来 发的是虎狼之诗啊 现在的情况 跟原来还不一样 现在 这必须想一万全之策 得有人帮咱 要单凭咱自己 咱守不住 是啊 先生有什么高见吗 我来之前 我想了一下 现在只有一个人 能帮上咱 谁啊 袁绍 只有您写封信 我去一趟济州 我要亲自面见袁绍 把这情况说清楚了 其实这个事情 对袁绍是好事 您这么想 曹孟德大兵二十万 由打许昌出来 打咱们来 他奔徐州 许昌就空了 谁在许昌 皇上在许昌 袁绍在哪 袁绍在河北 他如果派兵打河北出来 去把许昌端了 皇上就是他的了 曹操首尾难顾 对咱们来说 也是个保护 而且咱们跟袁绍合在一起 打草草 咱还富裕 孙谦说的反正对 非常对 哎 刘备点点头 好主意啊 先生 我这就修书 写呗 给袁绍写 大哥 我是贝贝 我又出事了 我老出事啊 如此怎么办 怎么办如此 现如今没有别的了 求您来帮助 到处咱们冰河一处 将打一家 啊 夺下天下来 您就是皇上 既不可食 时不再来 啊 爱你的贝贝 写败 签字 盖上章 盖上手印 都完事之后 先生 您辛苦一趟 好嘞 您是亲自去见袁绍吗 我有个朋友 是袁绍手下的谋士 他叫田丰 啊 袁绍是很听他的话 我先去找田丰 把他说明白了 让他带着我 见袁绍 好嘞 先生 因多辛苦吧 我等您的好消息 主公 淡放宽心 孙谦先生 带着这封信 由打这儿出来 赶奔济州 先找田丰 田丰确实啊 是袁绍这儿的 大谋臣啊 岁数也不小了 俩人之前 还有交情 所以说 孙谦先生来了 哦 快请进来吧 请进来了 坐这儿一聊天 田先生您挺好的 我好着呢 你怎么样贤弟 我不太好 怎么不太好呢 是这样的 我现在呀 跟着刘皇叔 一起闯天下呢 听说你们闯得不错 是我们闯了祸了 现在我们 在徐州 说你们在徐州 兵经良足啊 是 是兵经良足啊 要没人搭理我们 我们日子过得好着呢 现在不行了 曹操率大军二十万 兵分五路 要打徐州 所以说没有办法 我这不找您来了吗 随身我还带着 我家主公的一封信 想求您件事情 您别客气 咱们弟兄一场 您带我去 见一见你家主公 见一见他 跟他说说现在情况 请他发兵 让他打许昌 这样的话 曹操首位难过 而且对你们来说 机会太好了 许昌现在是空的 只有汉县帝在这 你们到那去 这一切就都成了 天下唾手可得 话说完之后 天风很激动 对呀 这是老天爷给的好机会 好好好好 我去给你通禀一声 看看明天 咱能不能去见我家主公 好嘞 转过天来 天风啊 得面见袁绍 说这事 但是没想到 天风去了呢 没见着 宫里人说 说今儿您别来了 主公今天心情不好 好像情绪很压抑 您明天再来吧 我这有紧急的事 您怎么了 您老爷子 您再等一天 好不好 回来了 孙谦还等着呢 怎么样 哎呦 抱歉 今儿没见着 今儿宫里有点事 安排不开了 咱们再晚一天吧 哦 对对 这也很正常的事情 谁说的来了就得见 等几天很正常 好 那明天您给盯着点 明天我盯着 明天 转过天来 天风又来了 怎么样 今天能不能建主公 今儿不行 今天还没有昨天情绪好呢 啊 就是 我没敢细问 就看主公这掉眼泪 啊 擦眼泪 没人敢说话 哎呦 我去问问为什么哭 您别去 老爷子 您别去 啊 您也知道 这个 他这个脾气 明天吧 明天您再来 有重要的事情 啊 是是是 你再重要的 主公 都哭了 还说 行吧 我明天再说吧 啊 又回来 回来摆上酒 跟孙谦这喝酒 孙谦哪喝得下去 怎么样了 是这个明天 啊 明天差不多 哦 您见着了没有啊 我 我也没见着 啊 说是 情绪不 昨天不就情绪不好吗 今儿应该缓上来 今儿掉下肋了 看来是比 比昨儿情绪还不好 哦 那得了 我我我先敬你一杯 先道过歉 啊 明天 明天咱们一定能见到 俩人喝酒 谁也喝不下去 那互相劝 劝着劝着 就聊着天下大事 越来越琢磨着 这事太好了 老天爷给的机会啊 如果袁寿发兵 江山就是他的了 俩人高兴 啊 反正是一见面 这事就成呗 等着吧 转天又没见 接连又等了两天 孙谦急死了 再等曹子就到了 他再发兵 没有意义了 您无论如何 您也给 商量商量 怎么能面见一下 我得说是 行 你甭管了 今天闯宫 我也闯进去 我也得见见他 哎好 有劳先生 您别客气 这是怨我们 对不起 转过天来 天风来了 到这门口还拦着 不让进 不行不行不行 我必须得见他 主公啊 我又要是回禀 要是回禀 哎 袁绍臣听见了 门口是谁啊 在那闹混的啊 天风 求见 哦 进来吧 是 你说让进来 门口都不能拦着 先生快快快 好机会 给亏您喊两嗓子 好好好 整官 把衣服整一整 撩抛进来 参奸诸功 识完了礼 再一抬头 天风吓一跳 怎么呢 袁绍很憔悴 这头发呀 支愣八岔的 也没梳 脸上这个 胡子茬啊 也挺乱 一瞧这人没整理过 坐在那儿啊 眼神恍惚 感觉的出来 这眼圈还红着呢 说明刚哭完 坐在那儿很难受 主公 哎 天先生你来了 啊 我来了 我来了好几天了 想见您 没见着 哦 什么事这么着急见我呀 刘备 刘皇叔派孙谦 前来下书 说有紧急的公文 要跟您聊一聊 啊 谁来了 孙谦 哦 他在哪来啊 孙谦 打徐州来 刘皇叔让他来的 哦 哦 刘皇叔啊 刘皇叔让谁来了 孙谦 谁让孙谦来的 天风心说 这能说一天 骑兵总工 有重要的军情 刘备 让孙谦下书 哦 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好几天了 军情紧急 哦 那快让人进来呀 哦 是是是是 转身出来 孙先生 孙先生 快快快 我家主公请你呢 哦 孙谦大外边进来了 进来 失礼 啊 站好了 偷眼观桥 您说 袁绍怎么这样的 太憔悴了 这个 说袁绍形容憔悴 这是三国演义的原文 不是我给他编的 原文说的就是 孙谦进了一桥 这人憔悴了 要死要活了 这是原文上介绍的 孙谦先问好吧 问好之后 说我有紧急的事情 要跟您商量 哦 什么事情啊 你看了吗 把这信打开了 又把这情况细说一遍 大概意思就是如此 曹操已经发兵 许都那儿 已经空了 我们请您支援 您兵发许都 把曹子后路断了 这样的话 咱两家联合 把曹子就拨了 天下就是您的了 袁绍看看信 点点头 看完了碟上 放在旁边案子上 擦擦眼泪 孙先生 这是个好事情啊 是是是 是好事情 对咱们两家 都有好处 是是是 您说的对 都有好处 就等着他这话了 那我们打算 发多少兵 如何如何 哪天开始 等着这个 好好好 但是啊 我现在不能去 我无心恋战 这是原文的话 我不能发兵 我无心恋战 孙谦这心就凉了 您怎么无心恋战 孙先生 你有所非之啊 我原哨 有五个儿子 我最爱的是我的小儿子 但是现在 我这小儿子 他长窗了 他长窗了 我得看着他 我不能跟你们打仗去 您各位都乐了 您回去翻翻三国演绎 袁绍就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小儿子长窗 所以我不能跟你们去打仗 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我最爱这小儿子 他长窗了 不能去啊 前锋差点都哭出来啊 心说你太没溜了 老头一聊一声 孤登归逃了 哎呀 主公啊 这个江山大事 非同小可 您再一丝再想啊 哎哎哎 我也别想了 就这样吧 那什么 哎 哎孙先生 回去替我呀 跟刘黄叔道个歉 这个忙 帮不上了 因为我家这个事 太严重了 孩子长窗啊 你想这还了得吗 跟刘黄叔去说 这回我对不起他了啊 他什么时候要是需要 或者他那盯不住了 让他上这来 我接着他 我养着他啊 他说我不走了 我得给孩子换药去了啊 袁绍转身 奔后边走 天锋一跺脚 发流 大事 去 什么意思 完了 这么好的机会 老天爷给了就这一次最好的机会 他不要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最后三分天下 他为什么没有袁绍的 就该 他的所作所为 他做不了天下 只能如此 打这儿出来 孙先生 对不起 耽误您好几天 您 您要不再住几天 孙前叔 我别住几天了 我再住几天 回去一个熟人都没有了 我得赶紧走 回去秉明我家主公 哎呦上了马之后 孙前就跟飞起来似的 回去 刘备还等着呢 这一瞧孙先生回来了 先生 事情怎么样 主公 他儿子 挡窗了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感谢合作媒体 微博 微博综艺 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 合作平台 苗董百科 三件事情 我是渐渐移总